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小材绳 使用的材料都是260 有深绿色一条 黄色一条红色两条 以及肤色一条 一开始先从红色跟肤色开始 肤色不用冲太多 有20公分就可以了 红色我们要预留多一点 后面大概留一个手掌宽的距离 先把肤色跟红色对绑 肤色扭一个3.5公分的单胖 做成熊耳结 再来抓一个手掌宽约10公分的单胖 另外再做一个3.5公分的熊耳结 接下来换红色 一样10公分单胖 做3个单胖 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4炮结 一个肤色3个红色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红色的位置 肤色在上红色在下 做2个3个指幅单泡 绕到对面来 然后再把红色这一条 做15公分单泡 做15公分单泡绕回对面熊耳结上 接下来肤色跟红色就不要了 会变成这样一个4炮结 然后两个小财神的脚 这是它的帽子 接下来使用黄色260 不用冲太多 20公分就可以了 然后绕在单一边的熊耳结上 沿着肤色上圆 围起来 剩余的可以不用浪费 把气消掉 来做一个装饰 可以装饰在它的衣领 接下来使用另外一条红色260 稍微把它捏软 留多一点没关系 因为我们不会用到那么多 大概有7个指幅 稍微把它捏软 然后做4个指幅单泡 缠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气捏软 绕到对面熊耳结上 然后这边也是做4个指幅单泡 多出来的部分可以剪掉 这就是小财神 它帽子两边延伸出来的地方 绿色的部分 只留尾端 用来制作 像玉佩这样子的一个装饰 把气挤到最前面 从这边塞进去 玉佩要做大一点也没有关系 大小由你自己去掌握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吹嘴 把它绑起来 藏在里面 它就不容易掉了 帮它做一个小小的曲线 让它这个帽子看起来 更有官威 最后帮它画上五官 小财神就完成了 赶紧学习起来 财神到新年发发发 我竟然不过 那是汉坊 最后帽子看起来 就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小财神 有机会 对我 这种帽子看起来 是这么正确的 这种帽子看起来 那是什么帽子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